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里心的巧克力 今天巧克力又准备去折腾自己了 下午是约好和一个朋友见面 我已经迟到了 走吧 看看我要去干嘛呢 改造自己 现在是找一下朋友家 这是偌大的小区 不知道怎么走了 诶 石栋在那边 走 谢谢 好吧 现在我是到达朋友家 这次的任务呢是做眉毛 先折腾出来这样 等一会再折腾一下其他的 我这个眉毛呢 已经是四年前闻的了 就是这边掉了很多 现在给它补一下 重新闻一遍吧 今天又到了一会儿 刚刚就是这个蒸 沾个头 扎了一个小时 好了 现在是彻底做好 还混了一顿饭吃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那现在是回家了 看一下这个眉毛 我是17年的时候做过一次 因为它色调了一些 所以这次重新做了一下 17年的时候还做成800块 这次呢 因为是我姐的同学 还给我便宜了些 但本来他们店里面做的话 是可能远远不止这个家 有轻价格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的头发 最近我不知道是熬夜熬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轻轻的弄一下 头发就是这样 一把一把的掉 真的是不敢想象 一抓就掉一抓就掉 所以呢我准备明天去剪短发了 好吧本来是打算今天一起做的 时间来不及了 先睡觉明天起来去弄 宝贝 晚安小宝贝 马大哈巧克力又上线了 是准备出去洗头发 结果下去开车才发现 钥匙都没带 急急忙忙的跑上来 又要开锁了 等了半小时 终于来了 哎 哈哈哈哈 这该死的 好吧今天要准备开始打理我的头发了 主要是熬夜熬起的吗 这些都会熬起掉 你这个掉了应该都在长上 你是说这两个哥哥这个地方做 对啊 我就是想把它剪掉的话 然后这样梳头发的时候 就不用掉那么多头发了 因为长发的话它经常容易打结 然后一梳它掉得更多 比这个还容易打结 对啊 但是短头发的话 我想就是不用怎么去梳理它的 起床就OK的那一种 短头发是一个说的 起床就OK 短头发可怕天天都要洗脑子 有什么办法可以 就是说给它做一个固定造型的那一种 固定造型 房间脑子还基本上不用那么大 就是说你洗脑头脑脑干了就可以了 可是我觉得有些看出来好老气 好老气 不得要看那么多老气 本来我的预期呢 是想的做这个发型 就大概这个样子 这么短 但现在呢 等会再期待吧 原本呢 是计划的剪一个短发 精干锻炼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现在呢 嗯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就等待着出来的效果 会是什么样子吧 因为到最后我把决定钱交给了发型师和我的朋友来决定 哈哈哈 也期待出来后的效果吧 现在呢是做了四个小时了 马上快要出来了 激动嘛 激动 我是挺激动的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好吧 好吧 现在呢是人体的自营出来了 跟我预期的发型太大了 嗯 因为 本来是来的时候就想的是短发 结果呢 现在成了大姐 还好吧 还好吧 另外一种风格 如果剪短发的话 就是那种 干练型的 这种呢 可能就是 稍微还是 编以后这一点 因为 嗯 小哥跟我朋友是极力 骗住我 头发 好不容易才搬起来的 剪掉了可惜了 我听到他们的 嗯 今天就这样吧 如果 或是不喜欢的话 那时候剪短发的话 还能再剪 如果剪了短发 想要再放的话 就会再放了 现在呢就是 要放衣服了 对这种发型的话 家里面所有的衣服都不搭 把衣服通通得换进来 好吧 又加了一下肉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